干嘛要杀这个动物呢 可是就因为我自己 那天有点身体上有点小小的 有点不大舒服呢 我就没有去说 那么这个羊就被烤了 也就拍完戏了 可是当这个场戏拍完的时候 说停的时候 我走了两步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 我觉得哎呀 我说我不行了 然后就就从里头吐的 就吐的不行 后来给我弄到那个宾馆 我也不停的在吐 后来我说我可能要死了 我说赶紧给我送到西安 因为那个地方离西安很远 我说我就不行了 我就一直在吐 就不停的在吐 然后就给我拉到那个西安医院里在抢救 可是在一路上我也不停在吐的时候 师父我就出现了这个山羊的那种景象 山羊就在我眼睛一直转 然后他那眼神啊 一直就在我那个我吐的当中 好像他给我视线在这个脑子里头 那个那个眼神大地的眼泪 那个时候我也哭了嘛 因为太痛苦了嘛 然后我一直是这样 师父我在想 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那个山羊跟你有缘分 因为我见死不救了 是吗 你应该要救他 救不了 大家不同意 你的心尽到了 因为我没有尽心 其实我觉得 我要是如果成因成因去导演 去跟导演说服 一定能说服他 他一定会说 那就不要了 就因为我自己的 哎呀 我很后悔的师父 没错 所以您说师父 就是因为我那种吐 我就觉得我会活不成了 就因为我见死不救 没错 您说我见死不救 动物会这样有这样的称心 没错 那您说如果要杀他 没错 那称心更得 当然 当然 这些一定道理 所有一些动物 都有灵性 连蚊虫蚂蚁都有灵性 怎么可以杀他 真的很惭愧 所以蚊虫蚂蚁 要干扰的时候 它痛人情 你用真诚心 给它沟通 它懂 我在澳洲 我现在居住了个房子 后面个空地 我再盖一栋 有的时候客人来的时候 可以找到 后面这栋房子刚刚盖好 我就搬在后面住 同一天晚上 新房子 第二天早晨起来 洗脸 这个浴室里头 全是蚂蚁 我都瞎呆了 怎么进来的 清房子 它怎么进来的 我看到之后 我就给叫蚂蚁菩萨 我说我要用洗手间 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们从哪里来 还从哪里出去 半小时之后 半小时之后 我回来用洗手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